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景頻道大陸發生了一宗恐怖的倫常案件 就說說男人竟然一怒之下怒殺老婆和子女 然後再自行了斷到底發生什麼事 原來原因都幾令人心酸 這個案件在大陸黑龍江哈爾濱巴彦縣發生 一個男人殺了12歲兒子,然後再殺死妻子 這件事發生在7月25日晚上6時 這個男人家經濟困難,老婆也身體不好,窮到連病也沒錢看 但是他12歲兒子沉迷玩手機遊戲,事發前更加課金 課了3000元人民幣,落去這個遊戲裡 這個男人知道之後相當之生氣,情緒失控之下殺死兒子 然後再解決老婆,下企圖割門自尋短見 後來救護人員趕到延長這個男人最終救回一命 但是老婆和兒子就救不回了 這個案件其實都幾令人心酸 但是如果他可以冷靜一點的話,他這個課金是可以退回來的 因為大陸他的遊戲如果是小朋友課了金,特別是他12歲兒子 所以這樣課員是可以要求遊戲公司退回錢回來的 這樣退回錢回來的話,基本上他就不用情緒失控了 但是都沒有辦法了,因為其實現在經濟都不好 就算經濟好,都有人是找不到工作做的 這些情況是經常都會見到的 而且再加上你都知道,如果人是有病的話 是要吃很多藥,每樣都要錢了 而且病了,自己是沒有能力出去賺錢的 所有的經濟壓力都放在丈夫上 所以這宗倫常慘案可以說得上是一個字 窮,是由窮所引起的 好了,今集和大家先看到這裏 大家有什麼想說,下面留言吧 我們下集再見吧,拜拜